歡迎小孝之心抱住這個隊員的代表 一個弄狗對一輩子可能都得不到的獎項 資深藝人彭恰恰與許孝順 今天舉行記者會宣布 將成立鐵人文創 而恰逢彭狗60歲生日 許孝順特別獻上職棒金手套獎盃 而彭恰恰也希望在60歲之後 能夠有健康的身體來完成更多的事情 送點寫的60歲生命的甲子園 您是這場球賽永遠的強投孝順盡上 哇 太棒了 這是我今天收到最特殊的生日禮物 那60歲說老不老 說不老也老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希望自己過一個不一樣的日子 就是60歲過後 我必須有很健康的身體 做更多的事情 就這個願望 隨著去年奪得金鐘獎 及電影鐵士運輪開出紅盤外 兩人希望鐵人文創 能夠往多方面發展 培養出演藝圈新的人才 並且在下半年度拍攝電影加厚 及電視劇春江水暖 除了電影之外還有長版電視 就是每週一次的 那會議也是在歌頌台灣女性的偉大 片名叫春江水暖 到時候大家可以知道那個內容 我到時候再宣布 記者會上也有許多藝人朋友前來站台 導演魏德勝 林福帝 黃曹亮 以及藝人台資源等都獻上祝福 鐵人文創未來將計劃舉行新人選拔活動 希望為演藝圈注入新的活力 台灣情報記者 游城府 林昌宇 台北報導